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助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應該沒事的 剛才如果大家可能聽到字母了 節錄應該會有的 因為節錄錄在機器上 美國邀請王毅去美國 這件事太遠就說 布林肯說王毅還沒有回覆這個邀請 其實中美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拉扯的 布林肯說美國還沒有收到中方對王毅 訪美邀請的回覆 這就是今早的時候說出來的 這些拉扯,我跟大家說是很正常的 這些拉扯很正常 其實中國外交部很簡單 說中方願意跟美方保持溝通 但是沒有進一步說明 但是 現在還有賴清德過境的事情在後面 老實說 王毅 很有可能 我認為很有可能 就不去美國 那 為什麼美國布林肯會 在較早前 做一個邀請給王毅呢? 其實 我現在分析一下 其實 其實美國 就預計了王毅是不去的 坦白說 為什麼 我說美國是預計了王毅是不去的呢? 其實現在 美國有沒有必要 你想想 美國有沒有必要出來公佈 說還沒收到 中方對王毅訪美邀請的回覆 他有沒有必要出來這樣說 其實他是沒有必要出來這樣說的 現在 美國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 要做到一個形象出來 不一定是事實 但是他要做到一個形象出來 就是中國不講道理 現在美國在很多事情上 都是這樣做 就是 要塑造到 中國這個國家不講道理 你說 這樣塑造成不成功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在西方國家來講 美國這種操作是很成功的 那些人一看就說 你中國不講道理 都說請你了 又不去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你們那個氣球 明明去了美國上空 是你們的氣球去了美國上空 你們有錯 就是 反而就是你們聲大大地指責美國 其實這些事情我是經常都聽到的 其實就是現在 中國很慘 就是 我經常都說 很慘就是 那個軟實力是真的不夠的 還有 做很多事情都是綁手綁腳的 不只是官方 其實民間 其實現在就是 很慘的就是 主導了言論 那些人不斷說中國很強 可以和美國一戰 你看看那些 那些 就是網上的言論 主要就是這樣去吸眼球 要和美國一戰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一些比較理性的言論 是出不來的 其實現在最慘就是這個 就是比較溫和理性的聲音 是出不來的 那些溫和理性的聲音 出不來的時候 之後就有很多問題了 衍生了非常多問題 那 香港藝民就說 又要操縱台灣問題 又要中國低頭才是美國政策 其實他們的操作就是這樣的 就是 它 要讓大家都覺得 你中國人是不講道理的 而 中美關係的障礙 製造出來的人 就不是美國是中國 他們不斷在塑造這件事 你說歐洲很多人 好像Cowley30那樣說 被美國洗腦 其實他們說不是 因為他們的國家安全 就是靠美國提供的 有部份東西 譬如核保護傘 是靠美國提供的 就是德國核保護傘 靠美國提供的 他們一定要親美 在很多政策上的事情 他是不可能 出來反美的 其實你想想就會知道 荷里玉就說 故意經常說 中國不管他 其實現在布林肯就是 玩這一招的 其實就是 好了 畢士達就說 現在美國正在搞一條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如果這麼不幸運 通過了 就真的出事 這件事 其實幾天前已經說了 這個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這件事我又借各位說一下 本來沒有打算說 我有看到 但是我不想說 但是 沒辦法 你們提到我又要說 他那個 眾議院其實 已經說了 這個 台灣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 這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其實 7月 25日 通過了 之後 就會交給參議院審議 兩院通過之後 再被拜登簽就生效了 其他州 你說在參議院會不會通過 我告訴大家 九成九是通過的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美國國會 透過跨黨派合作 用立法方式去實踐 對台灣的高度重視 那麼 他們現在 的說法 就是 他們現在這樣做 就是反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 長期 扭曲 聯合國大會 第二 二七五八號決議 來阻礙 台灣 地區參與國際組織的惡劣行為 其實實際上 有沒有說阻礙他們 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 沒有 這個是要說 如果你是 就是 是中國一部分去參加 是可以的 一直都 不過你是台灣地區 不想這樣做的 那 那 當然 就是這個 二七五八號決議 那其實 講了什麼 就是 就是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就是 台灣地區 有些人說 這個 就是 共產黨的解釋就是這樣 這個是 誤導國際的 就是這樣 那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這宗法案 其實九成九都是通過的 就是 我就覺得 說來也沒有用 事實上 那 這個 聯合國大會 二七五八號決議 他們經常都說 這個 是處理了這個 中國代表團的問題 其實 他說 沒有涉及台灣 其實就不是 如果 如果是不涉及台灣的 那麼 老長在 聯合國的席位 就不會改變的 其實 那個 邏輯就是 因為只有一個中國 其實事實上 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 一中原則 不是 就是 中國共產黨創造出來 不是 而是 無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 之前的中華民國 都是強調 一中原則的 是你現在有一群台獨的L樣子 就要否認這件事情 那這個 就是 台灣的地位 其實現在台獨分子 還有一群人在搞 說這是台灣地位並不定的 這些是狗說的 其實是 現在在台灣方面 就有很多人在說 台灣地位並不定的 還有就是 2758號 這個是 這個決議 根本就是 中國扭曲宣傳 現在美國這條 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就是扭轉這件事情 那 我告訴大家 這個實際情況就是 這個 就是台灣地區 他肯定是 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 這個是 原則問題 其實就是 但是現在台灣地區 有一群人當然不是這麼說 還要說 現在是海峽兩岸 互不隸屬 現在事實上兩岸 是分子的 一定要說清楚 現在事實上是分子 這是真的 但是呢 兩岸 應該是長遠來說 一定要統一 所以 你說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是不是 可以 就是 王毅訪美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要談的 就是中美一定要坐下來談 但是 現在暫時有不能談呢 就是另一回事 很有可能就是暫時是不能談的 其實是 有些台獨分子 他們有辦法 我也要說 他們有辦法 使得 美國參眾兩院 做一些事情 對他們 表面上是很有利的 為什麼我說表面上是很有利呢 就是 使得 他們的主張 逐點滲入 美國的法律 他們是有辦法的 你說 台灣地區為什麼這麼有辦法 其實 他們 裡面有很多 社會精英 其實根本是有美國籍的 老實說 他們是 中華民國 再加這個 先加一個引號 再加這個 美國是雙重國籍的 很多這些人 所以這件事情 是很嚴重的 我的看法就是 輝是人類命共同 西梅經常抹黑 中國軍事擴張 根本就是永遠不及美國軍事擴張的1% 事實上也是 但是 現在沒辦法 他們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出來 他不是單純的抹黑 他們是有行動去配合的 就是 令到人們覺得 你不講道理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 台獨的問題 現在 也是很難搞的 就是 因為 台灣地區 他們很主張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想 晶片供應安全 就一定要捍衛台灣地區 其實這種說法 真的很危險 為什麼呢? 其實 就是 那 你 倒過來想 那些晶片供應 完全不放在台灣就可以了 就是 晶片供應的生產 不要放在台灣就可以了 那就安全了 其實 就是台灣地區 有些事情自己也是足足的 他們的領導人也是足足的 其實本來有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大家好 就是用回馬英九的做法 其實就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就是 大家可以繼續 同佬同佬繼續搞下去 現在不是 同佬同佬不搞的 現在他們說要跟美國同佬同佬 其實別人美國人怎麼會理你呢? 其實 找你好處就有 實際上會不會給你好處 是給不到的 好了,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其他話題 其實現在 這個問題是有時間處理的 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我就說 現在很難 局面困難 這個判斷是沒有錯的 休息一會兒 我會不會給你 好幾個字 我會不會給你 好幾個字 我會不會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